No.13 德古拉 No.55 阿修羅 那今天呢或許呢就可以來看到林仁宏來上場出賽 那賽前的訪問 讓自己最後一站回到台南的這個家藥科大 或許任何你身體的一個碰撞 在籃底下 很驚人的數據喔 還針對團隊的抄劫是15次 是 所以也造成喔 海岡列印這邊有表現 不如第一站的情況底下 的確造成海岡列印的一個得分量的一個 在上一場海神隊能夠贏球 就是把握度是高的喔 那今天當然 今天的把握度可能就有一點問題 是 哇 這邊是直接 把不了妹妹就把頭啊 德古拉很少生氣啊 對 看到他直接 碰 不投籃 回過頭來找這個誰 哇 不管是比賽的內容跟這個防守的強度喔 他要直接離開 不能坐在球員休息區耶 太不值得 真的對這個進攻者是非常危險的 那現在所以你只要是對人 不準剛才的這個碰撞球也都是給予 規範一種精神喔 兩人夾擊 轉到外圍再給到中間來 Nice 德古拉有一個推人的小動作 我們看一下前面 底漢身上 其實進來這球沒進但籃底下的德古拉 哈哈哈哈 這個等於戰場是 這也是聯盟這邊的一個規則 籃底下的德古拉進攻籃板拿到之後再放上兩分 德古拉 6秒鐘 這個地板給球給的漂亮 繼續交給拉拉連線 德古拉 籃底下 才發的哨音響起 可以看到他剛才的那個起跳 這個難得出現 對 一整場比賽應該不會出現太多 對 在籃底下又是德古拉拿到夾 不過地板的給球勉強給的出來 這個球在籃上 哇 直接空中作業 這個球 這球還是給到了德古拉 雖說中 反而轉身 再度的拋頭出手 沒進想要自己拿進攻籃板球 但這球也沒有 哨音響起變成 哇 其實這個high low 有這樣子 把高調球給撥掉的一個展現 是 哇 這邊這邊 德古拉 進去的硬起 哇 這是個比較遠的拋頭 哇 這邊也是要 好好地學習他進攻籃 是 打球的學傷非常高 然後 前面要來打快攻嗎 最後在籃底下還是巨人德古拉 這對於氣勢上面來講非常的傷啊 德古拉 前進環外線的三分球 進 場比賽有打出不錯的一個表現 可是在第二場的比賽 拿上來之後 拿到 高調給到籃底下 德古拉 轉身之後 依然是在籃框旁邊 在籃框旁邊 在籃框旁邊 在籃框旁邊